劉淑慧今天說他要成立一個賴打部隊 就是在這次候選立委的時候要來針對賴清德 那您這邊要成立什麼樣大隊來針對侯友誼嗎 其實我們浮選各自的總統候選人 那不一定說要去打對方啦 先前這種打賴啦賴打這個已經談很多次嘛 但是他們好像也沒有具體提出什麼樣的 就是針對賴清德的部分 想要質疑或攻擊的部分 所以我是覺得其實專門成立什麼樣的部隊 不是那麼大的意義啦 像我們民進黨他成立打賴部隊 那我們也可以成立抓猴部隊囉 但是我們不這麼做嘛 不這麼做 不是我的意思說他們說打賴嘛 那他們可以成立打賴部隊 那我們民進黨也可以成立抓猴部隊囉 但是我們不這麼做嘛 我是覺得說 要真的對手有什麼樣具體的認為 比方說政策上方向上 那麼有哪一些他認為是不對的 針對問題來打就好 那麼 特別成立一個部隊 那針對個人打 我倒是覺得 因為選民也不喜歡這樣子嘛 大家要就事論事 但是遊俗會應該是不得已的啦 可能是他們黨要求的 要不然以遊俗會的個性 他應該也是就事論事 他不至於說要去成立這樣子的部隊 一場最快樂的選戰就是有團隊的合作跟支持 謝謝你們 謝謝 我過去講話很少看稿 但是今天有點緊張 我們還是看著稿來講 有一點害怕 各位士林大同的好朋友大家好 我是遊俗會 或許士林大同的朋友 對於遊俗會還比較陌生 我希望透過今天的這場記者會 透過今天的這個參選 未來的七個月裡面 我可以讓士林大同的朋友 知道遊俗會可以為你們做什麼 遊俗會決定接受市黨部的徵招 投入台北市第二選區大同士林的立法委員選舉 投入這個選區 不是只是想為國民黨多一席席次 而是想給大同士林的朋友 可以多一個選擇 一個比較 過去我在台北市官傳局服務的時候 其實業務接觸最多的就是大同跟士林 不管是商圈的接觸 或者是年度活動的籌辦 或者是迪化街URS再生這個運動的推廣 我都有參與 所以我看著大同區的蛻變 至於說 士林未來最重要的社子島開發計畫 我在一個月前也安排了市府進行專案報告 就在等下的10點 所以歡迎所有關心社子島開發計畫的朋友 都可以透過這場專案報告在網路上直播 過去這5年我還持續一直在爭取推動 民生西子縣台北段的這個進行 柯市長雖然當時把他擱置了 但是我們謝謝蔣萬安市長 重新再加碼的趕緊推廣推動這個計畫 我們知道這個民生西子縣台北段 起站就是大同的這個大道成 而偽站就是我們內湖的東湖站 我未來希望儘速的推動民生西子縣的這個開工 以及規劃的通過 串起內湖跟 是大同 當然到一個最艱困的選區 挑戰一個最強的候選人 對我來說需要很多的勇氣 但是我常常說 霞路相逢勇者勝 勇者相逢智者勝 這一場選舉我們不但需要勇氣 而且需要智慧 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眾人之力 今天我們國民黨的大同士林的 不管是在地的議員 在地的我們婦女團體 以及民眾服務社 還有區黨部的這個 這個主委 都來到現場 我們就是要跟大家宣示 我們要讓大同士林 有一場不一樣的元素 不一樣的改變 昨天世間大哥說 他在大同已經20年了 是的 正因為您在大同已經20年了 所以你可以做什麼 你做得了什麼 其實大同民眾都已經知道 大同區 士林區如果想要新的改變 新的變化 我們就需要投入新的元素 而遊俗會就會是大同士林 新的元素 我會全力以赴 至於說我內湖 內湖南港的服務團隊 服務也一定會繼續 配合燕秀 我們用國民黨的聯合服務 幫助燕秀姐 打贏內湖南港 拿回內湖南港這一席 所以我要謝謝所有大同士林好朋友 可以藉這個機會認識遊俗會 我也要謝謝所有內湖南港的好朋友 在過去五年一直支持著遊俗會 包括昨天晚上 我跟我的助理 我們都分辨在對說大同 這個我們內湖南港的一些支持者的 這個反應跟想法 結果非常讓我們意外的 我們內湖南港很多里長 都跟我講加油 我也跟大家開玩笑說 今天幫我加油 明天陪我掃街 所以我非常謝謝內湖南港的 我的長期支持我的里長也好 或支持者也好 我會全力以赴 雖然蠟燭兩頭燒很累 但是我想國民黨2024的這一場選戰 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我們都是球員 教練要我們什麼時候上場 我們就要什麼時候上場 教練希望我們擔任什麼樣的位置 我們就必須要辦做好那一個位置的攻守 所以拜託大同士林的這個好朋友們 過去雖然說這個選區長期以來比較支持民進黨 但是我希望大家重新再思考一下 是不是給大同士林一個新的選擇 謝謝你們謝謝 好謝謝謝謝主委員 其實我台義真好 我應該說一段台義比較對 兩件未來我們跟世間大哥 狹路相逢的時候 我們可以練一個台義 謝謝 好 因為以前請問一下 是怎麼看目前確定有書會接受徵召會來跟你對戰 我嚇一跳 我今天早上在排隊登記的時候 還遇到他 我們一前一後登記 我們還小聊了一下 我以為他大概也不會過來 我已經確定了嗎 確定 確定 我非常歡迎 非常歡迎 我嚇一跳 是 他說他比你比較熟大 可是對啦 他應該是非常熟悉 有書會非常認真 不過我也不會輸他在這個部分 因為畢竟我是在大同區出身 所以應該有差不多的大家熟識的人脈 而且我也在大同同步的有20年 所以應該是旗鼓相當 你會覺得他是合金的對手嗎 對 當然 因為有書會議員跟我一起在議員我們構思過 那麼多年 沒有我看他在各項的問政 尤其在預算政策 大家的討論上面 他都表現得非常腦固 都應該有的距離力爭 那我是蠻意外的就是說 他並不會說刻意掩護他們 比方說他們在台北市是執政黨 他們刻意的掩護 這一點是沒有 這一點我倒是覺得他是表現得很不錯 議員是否也評價 不會議員是財貌雙拳 對 他真的是財貌雙拳 也是 他外形亮麗 而且他也確實很有才能 尤其是他對市政的認識見解也都蠻深的 他很能夠就事論事 所以我希望在未來我們的選舉 我們這會是一場很良性的君子屬物 是這 這非常好 為什麼會覺得說有什麼議員參選是很意外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看他在議會的問政後 我看他做得蠻深入的 那地方的服務也是很深入 所以我在想他如果要離開他原有的選區 所以重新投入我們士林大投 我覺得 我是比較意外 因為我一直以為說他會在內湖南港區 所以我是很意外 但是我當然就是 不管哪一個黨 他們推敗的候選人 我都必須歡迎 就是我接受 一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